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万恶赢为首 小编近期又分享了不少有关断邪银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在坚持吗 邪银真的那么可怕吗 难道邪银能比杀人 放火 抢银行还更可恶 况且性乃人之天性 为什么要去压抑甚至泯灭它呢 有这些疑问很正常 但你要知道的是 邪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可恶 而在于它会对一个人的家庭 身体 事业 财运等多方面的剧烈损耗 今天 小编要来为大家分享的是14位著名人物之间的对比 他们从事着相同的行业 却因为邪银经历了不一样的一生 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第一位 古龙 古龙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 陆小凤 楚留香等等一个个风流倜傥好色的 却不乏侠气的角色正是出于他的笔下 同样的 好色 放纵侠气也是古龙先生的生平 然而放纵背后必然紧跟着惨烈的过报 在年轻时他的肝病就已经非常严重 但他依旧不知道戒酒戒色 结果不到50岁就病逝了 第二位 金庸 金庸新闻学家 企业家 政治评论家 社会活动家 当然了 虽然我们熟知的他是一位武侠作家 郭靖 杨过正是出自他手 金庸先生的文章与古龙先生的文章相比 则充满了一种磅礴的好人正气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他的武侠作品更是中国武侠没人可以笔记的 《飞雪连天设白鹿》 《笑书神侠》 《乙碧冤》 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里面除了为国尽忠 凄美爱情 还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学 佛学 此外 金庸先生身体也比古龙大侠身体好得多得多 最终享年94岁 第三位 张伯伦 NBA著名篮球运动员 人称篮球皇帝 他的事迹可谓是个传奇 单场100分 至今无人能破 而且直到现在 他在NBA还保留着很多记录 但除了这些赛场上的记录外 他还有一个记录 一生睡过两万个女人 我们先不谈其他 就按年来算 相当于54年他一天都没断过谐音行为 是的 就像借色界的一句话 再强壮的男人 他的前列腺也是脆弱的 虽然不清楚他的前列腺有没有疾病 但是色情也是对付他的毒药 所以最后张伯伦仅仅活了63岁 他的死亡也没有确切说法 官方说法是心理衰竭 但其实很多人都明白 真正的猝死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体早已被美色助空 第四位 姚明 与张伯伦有着鲜明对比的就是姚明了 姚明他从小就家教很好 又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果断拒绝 一个美女在面前 又是在很开放的美国 身边全是好色的队友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 如果当时是你我 有这个定力吗 可姚明做到了 同时在球场上 他也是非常有涵养 不会去恶意伤害别人 当年的姚沙对决成为经典 他也和奥尼尔结下深深友谊 再想想当今中国的新开放 现在的球员花边新闻越来越多 而有姚明这样成绩的却越来越少 实在是可悲可泣 第五位 埃迪·格里芬 说到埃迪·格里芬这个人 就不得不说到曾在休斯顿记事报报导的一篇新闻 在2002-03赛季的一场客场比赛之后 一向夜生活丰富的格里芬按照她自己的习惯 安排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去敲打姚明的房门 目的不言而喻 对于格里芬的好意 姚明没有笑纳 而是将那位小姐拒之门外 有效地避免了一桩讨色新闻的发声 格里芬的这个举动并非出自恶意 这只是她个人赛场外的消遣方式 只不过并不适合姚明 而格里芬如此放纵自己的场外生活 为她日后的悲剧买下了伏笔 在2007年的8月17日 格里芬遭遇车祸 不幸丧生 年仅25岁 据警方透露 在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格里芬驾驶一辆COV 无视铁路警告标志 强行穿越护栏 结果与一辆会运列车迎头相撞 车祸现场惨不忍睹 司机尸体被严重烧伤 无法辨认 警方最后是通过牙齿鉴定 才确认死者是格里芬 格里芬的命运多舛 和姚明的一帆风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天赋上来讲 格里芬不遑多让 甚至要胜过姚明一筹 但姚明也以律迹 而格里芬纵情于色情与酒精 两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天差地别 我们大多数很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姚明的天赋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他的品质和努力 一个真正比你强的人不是天赋比你强 而是他在天赋比你强的同时 比你还努力 比你还高尚 第六位 李连杰 功夫皇帝李连杰深知邪淫的种种罪恶 曾在一家美国媒体的专访时 劝借青少年朋友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杜绝邪淫 而李连杰自己在经历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痛定思痛 后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励志 婚后 李连杰以身作则 虽然时常与各种美女合作演戏 但从未传过任何绯闻 几十年恩爱至今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自律 才成就了他与励志的佳话 也成就了功夫皇帝的传奇 第七位 莫波桑 19世纪后半叶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与契赫夫和欧亨尼并成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还记得初中课文中那个老水手娱乐吗 我的叔叔娱乐正是出自他手 当然了 还有杨志秋 我们虽然看到了他在文学上的贡献 但却不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色的人 但结果呢 他风流了一辈子 却在43岁时死于梅毒 第八位 罗纳尔多 就像每个打篮球的孩子都知道科比一样 每个踢足球的孩子都知道罗纳尔多 罗纳尔多 巴西足球运动员 场上四肢前锋 青少年时期成名于克鲁塞罗 在他20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最年轻的世界足球先生 巅峰时期的他拥有强壮的身体 变态的速度 强悍的爆发力 超强的技术和足球灵性 除了为巴西夺冠 他的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拥有如此成就的他 好色的花边新闻也一直伴随不断 离婚结婚 初入色情长所 使他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从当年的外星人 变成了现在的肥罗 第九位 科洛泽 科洛泽1978年6月9日出生于奥波莱 德国籍足球运动员 场上四肢前锋 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 如果仅从足球天赋来说 罗纳尔多要甩科洛泽不止十条街 20岁的罗纳尔多已少年成名 而此时的科洛泽 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俱乐部 为生计发愁 然而科洛泽却是个有修养的人 在25岁才接触到第一个姑娘 及后来的妻子 此外 在她的足球生涯中 几乎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 对妻子更是忠贞 她把罗纳尔多挥霍的时间 都用在了照顾孩子妻子 以及训练上 我们来对比下两人的结局 35岁时 罗纳尔多选择了退役 她离开球场时 除了肥胖 花边新闻外 还伴随着疑神的疾病 然而天赋曾比她差很多的科洛泽 在36岁时打破8年未破的世界杯记录 由15球上升到16球 细句话的是 那场破记录的比赛 罗纳尔多正式解说 那时的罗纳尔多大富翩翩 而克洛泽风度翩翩 挺拔依旧 驰骋赛场 可见天赋的重要性 远小于品性 这个例子多么鲜明地证明了 一个人修心借色 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第十位 吕布 三国时期第一猛将 身高七尺开外 微风凛凛 气宇宣昂 主要贡献朱董卓 破张燕 灭元树 凭她的本领 在当时也算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了 奈何在历史上却被评为了小人 无非是迷恋女子辈 除因女子中美人计外 还被酒色伤身 最后她自己也说到 无被酒色伤意 最终结局一代豪杰 伪偿命 第十一位 赵子龙 长山真定人士 微风高三掌 神长八尺 龙眉大眼 也是玉树临风 不仅本领三国中数一数二 为人也是相当不错 当年她奉命讨伐贵阳时 贵阳探守赵范将自己的 故去哥哥的妻子介绍给她 此时赵范与子龙 一世结拜兄弟 子龙认为 赵范之嫂 亦是她的嫂嫂 为了维护人伦 短然拒绝 可见赵云的为人 最后的赵云更是立下了和和战功 成为中国人历代尊崇之人 我们对比吕布与赵云两人 他们虽处同一时代 先天方面 吕布可谓各方面不逊于赵云 但是在历史中 确实一人为小人 一人为义士 一位早早死去 一位却是戎马医生 战功赫赫 不能说女色是主要原因 但不得不说 女色是个重要原因 第十二位 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 日本帝国海军名将 她一手策划了珍珠港事件 同时她还是个大毒鬼 大色鬼 她一生给很多女人写过情书 赌记更是真厉害 她可以在两年时间里 为日本读来好几艘战舰 可惜在她身上的血债欠得太多 在五十九岁时 因飞机被击中遇难 第十三位 福科 法国哲学家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 在她自己的著作中 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观念 以其所谓的哲学思想 鼓吹性解放 抛弃一切廉池礼仪 将人等同于动物 最终因同性恋感染 五十七岁死于艾滋病 第十四位 王小波 当代著名作家 曾留学海外 他深重西方文化糟粕之毒 在其创作中 肆意继续先生先贤 及伦理道德等传统价值观念 毒害青年学子无数 至今仍有许多青少年学子 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荣 乘其余饿 更造新业 他曾自称 自己仅从事人文科学研究 只重视现象 不论其后果 还曾夫妻合作 写出同性恋著作 他们的世界 在社会上流毒广泛 使青少年深受其害 结果 在王小波45岁 正当盛年的时候 于某碗浮案写作之时 突然死于电脑台前 看完了以上十四位人物的人生经历 想必大家也清晰地意识到 邪淫的可怕了吧 古话说 积善之家必有欲庆 饥饿之家必有欲秧 只有将一切邪淫的恶种子 断绝清明后 深信清净 天清地宁 我们的福德才能积存起来 邪淫的当下虽然很快乐 似乎很享受 但是 享福即消福 福尽必获至 获至苦害至 苦害无边 回头是岸 希望大家都能彻底地远离邪淫 恢复本来清净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